台湾猪肉终于能够外销了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就表示了 台湾正是从口蹄疫的疫区中除名了 而这也是台湾与口蹄疫奋战了23年之后 得来不易的成果 农委会一大早就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喜讯还方便炮请猪 炮声隆隆 一大清早在农委会的大门口响彻云霄 等了23年 台湾终于从口蹄疫区中除名了 昨天晚上应该不是只有皇后主委睡不着觉 应该很多台湾农民应该也睡不着觉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整个畜牧业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回顾民国86年爆发大规模口蹄疫疫情 损失高达1700亿元 台湾猪肉也瞬间在国际市场销省拟击 为了重振猪肉产业 行政院在105年开会定下目标 要让台湾从疫区中除名 第一阶段让口提议疫苗注射率达到九成 第二阶段停止疫苗注射 加强监测抗体 经过层层努力 终于在今年6月16号成就达成 不过目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只认定台湾本岛 澎湖和马祖 金门尚未列在名单当中 按照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我们是分开两个区 那我们这边是台湾跟澎湖这边先走 那金门的部分 我们后续也会依照这样的一个节奏 从所谓的施打疫苗的会议区 然后最后再来把证 除名后恢复外销 加工猪肉制品输出国 包含香港 澳门 新加坡和日本 生鲜冷冻猪肉也积极协调中 活猪则是稳定输出越南和香港 不过美国和部分国家 还不在输出命单当中 有些人说口提议变为会议区 可不可以出口 有些国家它是可以允许进口 有些国家是不允许 因为我们还有传统的猪瘟的这个部分 23年的努力开花成果 下一步就是让典型猪瘟拔针 扩大输出国 让台湾猪肉养民国际 东森新闻 潘长松 叶明生 文言局 赵良宇 SNG小组 台北报道